莊佩山老師從事教職20餘年 夢想退休後能有一個服務自己的機會 毫無保留的推廣陶瓷工藝 對此今年也與文化局舉辦陶藝創作展 內容豐富精彩 之前縣議員吳瑞芳也特別前往觀賞 這是我第二次的個展 我是從台中國中老師退休 退休之後想說給自己一個服務自己的機會 那這一次的作品呢 大概都是我這兩年比較新的一個作品 有柴燒跟幼燒的部分 有感應說我們南投陶在台灣的陶藝發展裡面呢 它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一個地位 那南投縣政府文化局也很支持我們南投陶的活動 所以在陶藝這方面我們希望說 南投島能夠繼續的來推廣 縣議員吳瑞芳真正言表示 莊老師的作品非常精緻漂亮 從作品當中更能夠看見許多豐富的創意 期盼藉由展覽 能夠讓本縣的陶藝文化更加推廣 莊老師他是住在瑞田 瑞田村 今天來個別的展覽 陶藝 非常的精緻 非常漂亮 也非常有創意 也非常有藝術 莊佩山莊老師 對陶藝藝文 我們研究的 以前是做老師做幾個月 他現在就是事業上的地歐村 做這個陶藝方面 這個陶藝方面也是用藝術 他也是教了稀稀多多的學生 此次展出以生活陶的茶器花器為主軸 陶土為主要的素材 並搭配竹木等符合梅材及書法雕刻技法 以材燒又燒完成最後的作品 每件作品都在在的充滿 豐富的創作理念 記者邱平俊 南斗市採訪報導